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一位海外百万健身网红 拍影片之一金中国使用药物 还打赌100万元而引起了一阵争议 当时金中国只是很委婉的在YouTube频道留言过 持续的努力跟精神力 在46岁也能有雄性荷尔蒙数值9.24 大家也可以的 这是两年前的资料 现在应该会少一点吧 看来这个可以拿出来炫耀了 原来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当然大部分的网友们也都是留言 不可能 全国民众从金中国20多岁开始就有看着他 但是影片底下也有网友们留言 金中国的生活方式 网友们怎么能知道 你们以为在明武理解的样子是他的全部吗 真的太天真了 这种程度的肌肉 相信他没使用药物才奇怪 请直接解释有没有使用药物吧 接着连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海外网红 举及金中国的新闻后 昨天金中国正面回应了这个争议 大家好我是金中国 活着活着竟然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愉快的争议 本来只是想轻松一点 用留言解释给大家一点快乐 但是这件事连细闻都在报道了 所以觉得不能就这么 应该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题材 身为信任YouTuber 不能就这么放下 229万订阅 信任YouTuber 需要的话 我想要接受这世界上所有的检查 首先今天已经完成了一个 如果大家知道有什么非常有公信力的机关 希望能用留言多多推荐 然后我自己查了一下 全世界有个叫做WDA的机关 韩国有个KADA的机关 是专门做药物检查的机关 但是必须要注册为选手才能接受检查 所以在考虑要不要注册选手 听说也不太容易 如果有关人士看到这篇文章的话 为了韩国健身的发展跟宣传 希望能提供给我可以接受详细检查的机会 真的会非常感谢的 我要给他看一下 在那个地方不使用药物就做不到的事情 在我们韩国谁都可以这样做出来 100万美元就算了 应该会非常丢脸的 有点担心 然后附上了接受检查的照片 以及一张电影的截图 大不了我就给你跳个刀舞吧 竟然有对金中古说这种话的人 外国人 那个外国人好势力 是不是自己在那样 所以在怀疑别人也会那样呢 真的希望透过这次的检查 能打脸那些一心想要抹黑的人 国内健身YouTuber在质疑 别人是不是使用药物的时候 用的比喻就是金中古 才运动了几年就比金中古身体好 这不是不像话的天赋 就一定是在使用药物 像这样 看金中古在健身房的话 会觉得啊 肌肉好厉害 但是当他穿好衣服的话 却看起来很苗条 非常神奇 本来就是很火的YouTuber了 竟然还这样提供素材 总结一下就是 哥 你真的是太帅了 不过别忘了 您是一个歌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凌晨让Exo Bixx粉丝们都慌张的一张照片 在11月6号凌晨3点 BixxLeo上传了一个Twitter 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Exo成员们与Bixx成员们关系都不错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 Leo跟Shu Min会是去互相的家 那么的关系好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候的凌晨4点 Leo在IG上传了一张 红红的灯光下 Leo与Shu Min鼻子对着鼻子 抓住对方的脖子的照片 并留言 你这家伙 SARANG ANDA NOOOOO 当时很多粉丝们都觉得 应该是两个人都喝醉了 第二天会感到丢脸马上下架 结果第二天真的下架了 不过 以为就这样会结束的争议 照片重新上架了 只是删掉了SARANG ANDA 原来害羞的点不是照片 这是什么事情 只删掉我爱你 会让人更觉得奇怪 哎哟 怎么两个猫像的孩子 好像配QQ 嗯 这也太Lobstagram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 是真友情 加油 被韩国偏见给保护的友谊 QQ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再见 其实昨天��天有个干鲜 像是那个 今天就是说做事 没有给处 就先分享过来 治愈吗 没事 还是 啊 很傻 幸录此 我抱歉